对抗全球暖化 环保署希望提出一个区域降温5G计划 希望帮助民众降低居家温度 节省电费 打造一个环保1G家园 北市府在西医区长春里 成立一个慈悲社区关怀据点 整合了仁爱院区的资源 除了协助长者来就医 也会安排意识到行动不便的 长辈家中来看着 眼科瞒着发现 不少年纪大的民众出现了势力模糊 扭曲异常却拖到严重时台就医 严重的黄帆步皱折 可能会引起黄帆裂口 势力严重衰退 欢迎收看海波大台北新闻 生活资讯带您看到的是 全球不断暖化 台东在今年4月的时候 更创下了80年来的历史高温 因此黄保署提出一个 区域降温的5G计划 希望可以帮助民众降低居家温度 节省电费 也打造一个宜居的家园环境 可爱的节能减碳双雄 冰冰跟黑宝一来到台上 到了台下小朋友相当的开心 还跟着他们一起跳舞 环保署希望借由冰冰跟黑宝的影响力 让下一代能够从小就落实 节能减碳 绿屋顶的部分的话 室内可以降温降3到5度 那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让室内的温度不要那么高 那冷气相对的 我们就可以来节省这个空调的用电 为了因应近年来高温的冲击 环保署特别提出区域降温5G计划 包括屋顶绿化 室内绿化 绿墙以及绿梨 只要跟着做就能够降低居家温度 减省空调电费100元以上 使用的是一些比较轻直的戒指 那这些戒指的话呢 它其实是在屋顶上的话 就是可以帮助你做一道一些饱水 然后可以迅速排水的一个作用 无论是路边的农园 还是在顶楼的城市花园 这些绿色植栽以及蔬果作物 都能够达到降温的效果 环保署邀请民众一起身体例行 绿化环境 打造宜居的家园 记者曹灯华 采访报道 为了让民众享受更友善的 网络环境已经多媒体的资讯服务 台北市政府与业者携手合作 在新义乡圈设置了10台的 多媒体资讯站 提供了WiFi USB的手机充电 以及地图导览的游客 所需要的观光资源 扩大民众的舒适度 也享受到城市带来的便利性 在台北市信义商圈逛街 走累了想找间餐厅吃饭休息 查询Kiosk多媒体资讯站 热门景点 餐厅推荐 地图导览通通一览无遗 甚至还提供免费WiFi 和USB手机充电功能 不管是智慧广告 或者是说市政的一些影片 市政的宣达讯息 或者是需要市民知道的一些资讯 都可以在上面做呈现 另外呢 上面呢 我们也结合了智慧数据的一个分析整合 然后AI的一个智慧系统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单点200个人的同事使用上网 那5MAY跟2MAY上下船 就是说单点事实上只有6G 那5点同步连线的话 会有1000个人可以同时上网 为了提供民众更友善的网络环境 与多媒体资讯服务 台北市政府和资讯业者合作 在信义商圈徒步区设置10胎Kiosk 除了随时满足民众需求外 也同时汇集相关数据 像是空气品质 WiFi使用率等 可作为后续都市规划的参考依据 我们POC的验证大概是一年 然后这一年的期间 我们着重的在第一年的期间 是着重在技术应用 还有资料安全上面的验证 然后后续在这个期间 我们也会开始跟厂商 就POB的部分的一些合作模式 进行一些推演跟讨论 试办阶段会持续开放业者 尝试新功能 并测试市场反应 之后再把成功试办结果 推广到其他观光景点 让Kiosk成为市民 游客和市府的好帮手 扩大民众的舒适圈 享受资讯程式的便捷 记者邮湘亭采访报道 有介于机车存在额头的意外 事故频繁 新北市新店警分局 日前设计上到了街头来宣传 呼吁长辈们 骑机车在小朋友时 一定要记住四字口诀 那就是头手绑吻 希望家长们可以做好保护措施 避免意外的发生 遗憾中生 日前一位妈妈骑机车 前辈一岁大的女儿 在二重树红道发生自撞 导致孩子抛飞身亡 为了避免这样的憾事再次发生 新店警分局走上街头 向民众发放传单 加强宣导幼童乘坐机车时 应该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新店警分局表示 许多家长为了意识方便 经常在骑乘机车附在幼童时 会让小孩站在脚踏板上 甚至还会出现三贴的情况 但这些都很容易在遭受意外事故时 让孩童受到严重伤害 因此呼吁承载儿童 务必要记住四字口诀 那就是头、手、绑、稳 头就是要头戴安全帽 手是要孩童紧抱大人 绑则是要紧绑后背带 稳是要让孩童稳坐后坐 而如果驾驶人在机车踏板上 让儿童站立 不仅危险也违规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1条第5项规定 可以处以300到600元的罚缓 新店警分局也再次提醒 骑机车在右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住四字诀 头、手、绑、稳 做好保护措施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为了提供民众更完善的运动修气环境 新北市议员在去年就要求了水利鼠 在卢州区的微风运河旁的提顶步道 设置了三座凉亭 目前已经完成准备验收 但是却被民众踢爆 凉亭完全没有遮风避雨的效果 而议员就痛批了水利局 为当初的会刊结论施工 让工程必须二次私作 不但浪费时间也浪费了公堂 卢州区微风运河旁的提顶步道 由于没有任何党雨设施 每逢下雨天 民众就会凌晨落汤机 因此去年新北市议员李昆成 特别要求水利局增设三座凉亭 目前工程已进入验收阶段 但李昆成汉成功里长林德义会看时 却发现凉亭屋顶竟是镂空的 完全没有遮阳档雨的功能 对于水利局挑真室的施工 感到相当错愕 有很多民众跑到服务出去 你说怎么做起来看着 跟你以前讲的不一样 现在今天议员特别又来跟他们讲说 赶快完成上面一定要把它弄起来 当初我们会议的结论就是说 要有最起码遮风档雨的功能 那可是现在看完全没有 所以现在要求他们 必须在这个木架上面 做一些遮阳板 至少有能够最起码的 遮一点阳光或是档雨的一些功能 李昆成痛批 水利局根本没有按照当初的会议结论施工 让工程必须二次施做 不但浪费时间也浪费工堂 如果当初按照这个结论来做的话 一次性施工完成 其实不会浪费太多的经费 那现在已经做好了 那又没有遮风档雨的功能 那现在还要多花一些经费 加一些板子把它弄上去 那不仅浪费时间也浪费经费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而后再做会看的时候 相关的局处都能按照 当初的会议结论来做 李昆成要求水利局三个星期内改善完成 别让民众应届期盼的休憩良庭 变成没有功能性的装置艺术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广告会来告诉您 探测台湾以示的产业实力 HBO Asia结合了凯波影音 旗下的晴天影像公司 拍摄全新的都会爱情喜剧 希望再创收视夹击 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 基本生活费不课税 107年申报106年度 综合所的税时可适用 设置税务专业法庭 落实专业审理 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沟通 及咨询 新法的改革 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 绝对是一大要紧 输税正义为你在 输税人权站起来 月圆人团圆 却有许多长辈独自忍受寂寞 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爱老人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新闻 为了推动会展产业发展 台北市政府首次邀请到了 医学、科学、国际社团 会展产业的精英领域 来担任会议大使 以期盼他们的影响力 争取更多国际会议 来到台北来举办 也可以为台北带来庞大的商机 以及周边的观光小异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颁发聘书 邀请医学、科学、国际社团 会展产业等领域中的精英 担任会议大使 期待透过他们的影响力 争取更多国际会议 来台北市举办 高端旅游当中 尤其像会展的这种产业 其实是我们在推动 整个旅游市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用别的方式 甚至把台湾的整个旅游产业 能够加值 能够升值 包括医美的产业 包括我们卖式产业 甚至休闲度假旅游的产业 能够往前来提升 会展产业具有高成长潜力 高附加价值 高创新效益等三高特性 北市府特别成立会展办公室 广纳业者需求 并提出短中长期计划草案 希望透过产观学合作 提升整体会展产业发展 台北在做整个会展计划的时候 尤其这一次台北市特别成立会展办公室 结合到我们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学会 本身在展览跟会议上面的实力 我相信这一大会的力量 就是结合到产业界共同的这种组织 共同来发挥最大的能量 台北市长期经营会展产业成果丰硕 亚洲城市排名从第七提升到第六 全球排名也从二十六进步到第二十名 除了WTCA年会已经确定明年在台北举办 台北市也取得2021年国际扶轮年会主办权 届时渴望带来四万人潮 创造更多商机与周边观光效益 记者刘祥廷采访报导 台湾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让照顾人力相对的吃尽 为了让老人可以在地安养 北市府积极推动社区照顾 在新医区的长春里 就成立一个慈悲的社区关怀据点 整合了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医疗资源 协助年长者来就医 尤其是针对行动不变的长辈 会特地安排医师到家中来看诊 落实医疗社区化 减少家人的照顾负担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 新医区长春慈悲关怀社区启用典礼 宣告推动老人居家医疗照顾 再向前迈进 结合辖内联合医院医疗资源 在台北市成立第八个关怀社区 希望把医疗社区化 让家住公寓 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 也能获得居家照顾 就在这个社区里面 什么居家医疗居家护理居家护健居家药室 甚至到最后居家护还有一个居家安领 他都可以进来 然后让整个社区大家彼此互相照顾 随着人口老化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照顾人力势必是社会上一大隐忧 市府除了鼓励里内开课程办共餐 更要整合北市医疗资源 定期到长辈家中访试看诊 信医区长春里老年人口多 加上里内有上百位志工愿意帮忙 自然是推动关怀社区的首选 如果有的要看便宜 他现在意思是说 离来有较老 行动不方便 去人家关心 有时候去照顾他 那我们医疗系统再带动 长照的资源进来 那再加上我们社会局 有很多的弱势 独居的资源提供进来 那再加上里长 民政体系也进来 那再加上非政府组织 NGO再进来 那这个真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社区的最好的一个照顾体系 整合工部门资源 满足里内长辈需求 市府希望借由慈悲关怀社区成立 让老人家都能在地安养 也减轻家人的照顾负担 记者邱世明採访报道 新美市如周国小自立的 午餐厨房 以及烹饪教室的新建工程 从去年的六月 动工至今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验收阶段 预计在今年底 就可以取得实用执照 开始提供高品质的营养午餐 新美市议员特地前往 办理了会刊 看到工程即将如期完成 除了感到新位外 也感谢师傅团队的努力 大型专业的厨具印入眼帘 让人不禁想到热腾腾的饭菜箱 肉口小自立午餐厨房 及烹饪教室新建工程 目前已进入最后的验收阶段 预计在今年底就能取得 使用执照 开始供应高品质的营养午餐 过程中积极争取 并从旁协助的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对于市府团队的努力 给予高度肯定 这叫做承诺已实现 其实当时很多家庭来给我们欢迎了 所以我们在106年底就开始 开始来规划争取经费 那么这棟大楼也要保抢 所以一路来 大家都很严谨打招 也感谢我们市府的团队 所以有照我们的进度 我们一定今年暑假会完成 那么今天日子来在检 一些公算 那么大概都整理好了 以后抓这支脚踹 一定在今年日子就能输用 看到当初岌岌可危的旧大楼 如今变成楼高三层的自立厨房 和喷镇教室 如若国小家长会长曾俊琪 和校长周慧娟都相当感激 我们那个教室岌岌可危 然后能够变成一个自立厨房 我们很感谢李翁月娥的协制 给孩子食安自立厨房的政策 所以刚好我们也搭上这个便车 那谢谢议员呢 极力的促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就是一些困难的时候呢 议员这一边 还有我们家长会这边 还有很多的地方师生 都会失时的伸出援手 如若国小自立厨房启用后 除了供应校内2400名师生外 也供应三重区三观国小 总供量可达3500人 不仅将学校资源充分共享 也大幅提升学童的用餐品质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在新北市信号国家的暑期 娱乐营特地安排学童到传统市场 来采买午餐食材 由于学的小朋友从来没有到过传统市场 所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蔬菜跟肉品 还有满满的人潮 都让他们觉得相当的有趣哦 再加上这些谈犯都会详细的来简说 让他们上了一堂在书本外的一行宝贵课程 到传统市场买菜不只是家长的日常 由新和国小与家长会共同举办的暑期娱乐营活动 就特别安排小朋友到中和区的景星市场 挑战社区寻宝任务 这天小朋友要来寻什么宝呢 原来是为了午餐 雪花猪肉亲子丼饭 来采买洋葱还有花野菜 由于有些小朋友从没到过传统市场 所以对于市场贩售的商品相当好奇 而碳饭也十分热情帮忙讲解 逛着逛着发现目标洋葱 老板不仅跟大家介绍洋葱的产地 还教了如何挑选 让学童上了宝贵的一课 就是如果头上面软软的 就是里面坏掉了 都看看西小桥琳琅满目的蔬菜 肉品生活日常用品 让大家逛得眼花缭乱 有小朋友觉得人潮很多很有趣 又有人觉得大热天寒流浃背实在好累人 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比其他的新鲜超市还要多 还来得便宜吗 对 不好玩 为什么 走来走去好累哦 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很热啊 新和国小家长会会长徐秀玉表示 现在的孩子鲜少有机会跟着爸妈一起到传统市场买东西 因此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孩子们体验传统市场与超市的不同之处 也感受一下家长买菜的辛苦 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少去 有机会到传统市场去采买 然后呢 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去过超市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让他们了解一下传统市场跟一般的超市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去体验一下 在传统市场里面买菜的乐趣 最后小朋友们终于完成任务 成功买到了洋葱还有花野菜 这趟传统市场寻宝季 让孩子们有了不同的采买经验 收获满满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JKR的健康资讯要提供给您哦 如果你现在看东西开始变得模糊 甚至物体开始变形扭曲 可能要担心 这个是黄斑部的病变 医师提醒了 现在在门诊上出现了不少少了年纪的民众 出现了视力模糊 扭曲异常的现象 却拖到症状很严重 才来就医 而严重的黄斑部皱折 可能会引发黄斑裂孔 让您的视力掉到0.1左右 所以要提醒民众要多加的留意 一名55岁女性出现视力模糊 偶尔看直线会出现扭曲 刚开始不以为意 直到症状很明显才就医 检查后发现是黄斑皱折 并且已经严重肿胀 刚开始会觉得视力模糊 会误误的看不清楚 那如果越来越厉害的话 它可能就会造成 对视网膜的黄斑造成拉扯 拉扯进一步造成黄斑的水肿 可能就会视力会变暗 会更模糊 拉扯的太厉害 就会伤到黄斑的地方 甚至于造成黄斑裂孔 医师提醒黄斑步骤 大多是个人体质问题 有些曾经罹患过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 视网膜裂孔或视网膜玻璃的患者 发生几率较高 高度近视的时候 并发症包括视网膜裂孔 或者是视网膜玻璃 它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一旦发生这种 视网膜裂孔或是视网膜玻璃 你再发生这个黄斑皱褶的 这个几率就会比别人高 临床上并非患有 黄斑步皱褶的病人 需要马上接受手术 不过如果视力已经不服使用 或病患视觉扭曲变形严重 手术治疗则是唯一改善的方式 但黄斑功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恢复 因此若出现看东西模糊或影像扭曲 就要尽速就医 保护病魂之疮 记者顾参永 采文报道 这是一场打击跨国避税的对抗赛 避税方急速将所得留在国外的策略 意图规避税赴 政府采取受控外国公司 及实际管理处处等措施 将避税者刺杀出局 避税方紧接地利用海外账户 进行跨国避税 政府透过国际合作 进行税务资讯交换 让海外避税者的资金无从隐匿 缓避税新制度 有效打击跨国避税 维护租税公平 保障国家税收 你知道对领发票有新的选择吗 108年起 邮局不再提供发票对奖服务 请至第一银行 彰化银行 农鱼会 信用合作社 四大超商等据点领奖 更欢迎下载统一发票对奖APP 24小时随时对奖 领奖 归户 捐赠 储存 中奖奖金 及时转入账户 对奖据点零距离 APP对奖新风潮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新闻 台湾近年来推动优质的戏剧 像是通灵少女 我们与澳的距离 都获得观众的好评 也成功行销了国际 就看着了台湾的影艺产业实力 HBO Asia加码投资台湾市场 接了凯波影艺旗下的晴天影像公司 推出全新的爱情喜剧 由演员佑胜以及林雨昕来单纲演出 希望可以再创收视夹击 演员佑胜和林雨昕深情对望 这是由HBO Asia和晴天影像合作拍摄的 全新都会爱情剧《戒指流浪记》 故事从遗落在捷运车厢的订婚戒指开始 串起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故事 许久未拍戏的佑胜 再次独挑大梁 坦言压力可不小 我感受到就是我四年没有主演任何一出剧 看到一本剧我开始很紧张 然后这个角色又非常的跟我本人很违和 这个角色有时候蛮爱生气的 它会有那种女孩子的生气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挑战 我想要用我的方法把这个逻辑顺给观众看 就是我们女生生气的时候不是无理取闹 相较又甚的角色冲突需要突破 女主角林雨昕过去的空服原经验 刚好搭配剧情角色 在戏中可以做自己 但也想挑战演技 重新诠释女性特质 整部戏一共八集 预计在十月完成拍摄 明年会在亚洲二十三个国家同步上映 一共八集八个捷运站 然后借由男女主角跟非常多台湾很棒的演员 全部串在一起 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看了 都会很想来台北观光旅游 海波仪跟那个晴天 一直都是自律在这种台湾这个制制的电影跟电视剧 那我们这一次有荣幸可以透过跟HBO的合作 希望推出这个剧呢 台湾的观众喜欢 那也希望其他的国家的观众也喜欢 HBO Asia近年来推出许多台湾原创作品 像是通灵少女和我们与二的距离 都获得广大回响 这回再加码投资 拍摄戒指流浪记 故事大多以台北捷运为场景 希望引发观众共鸣 也借由国际发行 顺势行销台湾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 而为了推广台北的观光 推动东南亚的旅游市场 台北市观传局特地邀请到 马来西亚创作鬼才 黄明志 以及新加坡才女王慧如 来台拍摄宣传短片 就连观传局长刘怡婷 也特地下海来客串 片围的玉兰花小贩的角色 模样相当的逗趣 而且这次的观光影片 确定在9月中会播放 要带领观众 认识前所未见的台北市 戴着遮阳帽 再加上袖套 装手还捧着玉兰花的篮子 他是台北市观传局长刘怡婷 为了台北的观光宣传短片拼了 下海客串玉兰花小贩 也成为片尾彩蛋 这一次装扮也顺便体验一下 这个可能在平常路上 看到卖玉兰花的名装 他们辛苦工作的样子 可能就只有体型 比他们也那么像 为了推广台北的观光 抢攻新马的旅游市场 台北市观传局 邀请马来西亚创作鬼才黄明志 新加坡才女文慧如 担任今年的新马观光大使 邀请他们来台拍摄观光宣传影片 一直以来新马的观众 来台北观光的那个 甚至回头率都蛮大的 所以这次主要是 也是跟上一次一样 我们都有用很多那些 新马的英语来拍这个广告 这次我觉得也蛮 我自己是觉得蛮新鲜的 然后可以做这个 很难得的合作 因为其实在台北 很多朋友都说很羡慕我 因为新加坡人 真的很喜欢来台北玩 然后就说 你这在台北真爽 影片内容描述 来台多次的黄明志 担任文慧如的导游 但因为两个人欣赏 城市的角度不同 造成许多舞会 最后居然在 玉兰花小贩的帮助下 尴尬重逢 影片诙谐有趣 这部宣传短片 预计在9月中旬制作完成 要带领观众 跟着艺人的脚步 一起深度认识 前所未见的台北 记者曹东华 陈传宝报道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湾呢 持续受到地压带笼罩的影响 依旧是大气相当的不稳定 都很容易呢 发展出来一些 午后雷震雨的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中午之后 各地降雨的机会 都是相当的高的 外出务必要记得 攜带雨具了 特别是山区呢 于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提醒您先往山区 务必要多加注意 那么目前呢 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在昨天新生成了一个热带性低期啊 而且未来呢 不排除有持续增长成为台风的机会 接下来它的路径呢 会慢慢的往台湾东方的海面前进 但是到底多接近台湾呢 接下来还有待观察 还有很大的变数 也提醒您 未来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台湾上空呢 持续受到地压带笼罩的影响 天气状况仍然是相当的不稳定 今天会是以午后震雨为主的 天气状况哦 那么刚刚提到了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面的热带性低下呢 接下来有机会持续的发展 并且慢慢的接近台湾东方海面 但是到底多接近台湾呢 就要看这个太平洋高压 它增强的速度而定了 如果高压呢 增强的速度比较快一点点的话 就有机会比较接近台湾 如果增强的速度比较慢一些的话 就有机会直接的北上到日本 对台湾影响的程度就会比较小一些了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几天呢 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 特别是未来这三天呢 会是以午后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哦 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四 礼拜五白天的天气状况都还好 但是呢中午过后 就会开始有一些热带流发展起来 导致各地呢 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其中呢又以山区的午后震雨 雨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特别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外出都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来看一下 礼拜五之前都是以午后震雨为主的天气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呢 就要看刚刚提到的热带性低气 它接近台湾的程度而定了 如果比较接近台湾一些些的话 有机会它的外温环流 就会为新北市带来一些影响 导致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现在变动还非常的大 未来这几天都是它发展的关键期 所以也提醒大家 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天气动态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看我们的商场多气派啊 可是你有做好通风设备吗 有空调还不够吗 根据法规 面积100平方公尺以上的场所 靠近天花板的通风面积 要占总面积的2%以上 或需设置强制排烟设备 否则火灾所造成的浓烟 会造成重大伤亡 记住人命是钱买不到的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关心您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布大台北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志群 祝您和家平安 我们下午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